你好,欢迎收看9月22号大花联地方新闻,我是旅会 中秋节脚步接近县政府的秋节物资发放作业 在22号从南区的四乡镇展开 县长徐政卫和地方公所还有村长们一起亲手 把物资分送给每一位弱势户手中 让他们可以提前感受到中秋节的欢喜气氛 现场乡亲民众守秩序的排队 在社会处人员领导下依序等待领取生活物资 县长许正卫发放物资时,一一与乡亲握手寒暄 更亲自送上中秋节的祝福 花联县政府109年度三节物资发送作业 今天率先从南区四乡镇来展开 县长许正卫,县府社会处在乡镇公所首长的陪同下 除了亲自发放并慰问关怀 失去入秋,县长许正卫更是不忘叮咛老人长辈 注意身体健康,令在场所有人感到窩心 希望大家,心安全住男人 还有健康长人,一定要注意哦 注意哦,注意哦,注意哦 注意哦,注意哦 他查到我们的这个冬季证 帮我们一起走走 中秋节脚步接近,县府秋节物资发放 作业也提早在今天展开 县长许正卫一整天在南区玉里 副里以及作西瑞随斯乡镇发透透 一点都不喊累 希望让社会弱势户提前感受中秋节清的气氛 记者是玉兰,花联南区综合报导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